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落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 这是一所充满着中国古典义趣的院落 几年间 梅兰芳在家中接待的国外各界人士 竟然多达六七千人次 其中不乏瑞典王储 驻华公使等贵宾 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愿意支付外交交际费 梅兰芳每次接待外国友人 都是自掏药包 梅兰芳实质上充当了当时的对外文化交流大使的重任 只是政府的大使可以如走马当时的变化 而梅兰芳却不可替代 这时的梅兰芳已经有了两次赴日本演出的经历 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有很多共通之处 但西方能不能接受中国戏剧 梅兰芳心里可没底 恰巧这时 梅兰芳收到了由胡适等几位中美学者创办的民间团体 华美协尽社的邀请到美国演出 为了让外国人明白京剧的唱腔 梅兰芳请来国业大师刘天华 由梅兰芳的琴师徐兰元操琴 梅兰芳清唱 刘天华再将唱段补成五线谱 梅兰芳的智囊团还建议应该印制英文的宣传册和戏剧图案 让美国人能对陌生的中国京剧有所了解 他们还专门特制了演出的乐器和行头 这一切都安排妥当 最让人头疼的却是演出的经费 因为是民间团体邀请 这次赴美演出完全是自费出行 梅兰芳四处借贷 终于凑了十五万美金 据说在临行之前 为了感谢筹措资金的朋友们 梅兰芳差一点没有赶上赴美的轮船 最后是租了一艘小船追上了已经开走的加拿大皇后号克林 这才有了后来的美国之行 船离开上海的这一天是1930年1月18日 这里每天都有新剧上演 也会有旧剧被人遗忘 一如既往的喧嚣 浮华和热闹 搅动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神经 在这里 人们几乎无法看到来自东方的戏剧 75年前 梅兰芳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白老会 据说梅兰芳刚到美国的时候 有人怀疑她是个有异性模仿域的人 后来报刊不得不强调 梅兰芳在各方面都很正常 是个有妻子而女的人 几天之后 梅兰芳登上了白老会 第49阶大剧院的舞台 为了让美国的观众明白 翻译员杨秀将风和弯 递成一只可疑的鞋子 观众在笑了一阵之后 逐渐安静下来 因为大幕拉开了 美国人惊讶地发现 中国居然有一种与莎士比亚 地普生迥然不同 但是同样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 一个男人竟然能够如此传神地表达出 女性特征的精髓 一夜之间 梅兰芳奇迹般地风靡整个纽约 三天以后 剧院已经将两个星期的戏票 全部预售一空 六美元的门票 黑市价竟然炒到十八美元 在经济大萧条的时期 这可算是百老汇的天价了 在华侨最集中的城市旧金山 梅兰芳受到了元首般的领域 迎接她的车队 在六辆警卫车的开道下缓缓行驶 而梅兰芳与旧金山市市长 坐在一辆敞篷车里 几乎淹没在周围欢呼的人群之中 在美国的电影界 也以特有的方式 表示了对梅兰芳 仿美的欢迎 在美国影星范鹏克和玛丽毕克福夫妇家中 梅兰芳小住了二十天 并拍摄了这些生活片段 在洛杉矶 梅兰芳与卓别林会面 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 为梅兰芳拍摄了 被真额刺虎片段 这成为梅兰芳在早年的演出生涯中 唯一一段在舞台上的影片资料 这一年 梅兰芳三十六岁 朝铃十六岁 先天 nay百四印成光草凉肚 kasih saying 说不素不歹 曾荡公子是臣妹 师弟我要请专业 贝鲁一斟 啊 要我贝鱼贝鲁 贝鲁 是的 是的 师弟们真调 一 哈哈 看 梅兰芳赴美历时半年 共演出七十多场 在洛杉矶演出时 美国波摩纳学院院长燕文士提议授于梅兰芳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几天后 梅兰芳又接受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颁发的文学博士学位 从此以后 梅兰芳多了一个新的称呼 梅博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 一股梅兰芳浪潮 从美国东部延展到西部 随即席卷全美 在梅兰芳之前和之后 再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掀起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狂热 绑美归来后 梅兰芳对京剧界定为能够代表中国最好水准的戏剧 对此 他是有足够自信的 因为 这是梅兰芳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亲自确证的事实 然而 在国内 对京剧的批判和质疑 并没有因为梅兰芳访美的成功而消退 当时就曾有人这样评论 名声的启灭 也如光的启灭一样 梅兰芳的游日游美 已不是光的发扬 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 梅兰芳没有反驳 而是以意味深长的方式回答着 1935年2月21日 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苏联特派专轮北方号 1935年3月12日 梅兰芳到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 梅兰芳在苏联的访问历时一个半月 这个充满着蓬勃朝气的社会主义国度 让他充分感受到了俄罗斯艺术与文化的魅力 与此同时 他所带去的中国戏剧也让苏联观众为之着迷 梅兰芳演剧的戏票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便销售一空 许多女人都争相穿起了中国古装的绣花衣 马路上的小孩子 看见衣冠整洁的中国人 就追着高喊 梅兰芳在高尔基音乐厅 在莫斯科大剧院 梅兰芳让奇妙的东方艺术 与俄罗斯富丽堂皇的舞台交相辉映 每逢演出结束 观众都抱以惊久不息的掌声 而梅兰芳常常要谢幕十几次 看演出的人群中 出现过文学太头阿托尔斯泰 高尔基 巴雷舞演员 谢苗诺娃等人的身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甚至说 看了梅先生手指的表演后 我一百个学生的手都该被砍掉了 也有人这样描述过梅兰芳 在他们心中的印象 他穿着日常服装 在一间挤满了专家和评论家的普通客厅里 当众示范表演自己舞台艺术的各个要素 在西方 有哪一位演员比得上梅兰芳 不用化妆 不用灯光 却能表演得如此引人入胜呢 其实这正是中国京剧虚实相声的意见 一扇虚拟的房门 传达出一个情度初开的姑娘 丰富的内心世界 带马翻鞍催马扬边 瞬息之间 以行至百里之外 一只船桨 勾画出一池秋水 一叶方舟 即使在空胖的舞台上 一个虚拟的时空 也能够幻化为一个多彩的世界 这正是京剧的魅力 梅兰芳从苏联访问归来后颇有感慨 他说 此次自俄到西欧各国参观游览之后 更具戏剧应有特别的努力 中国戏如经过严毙的选择以进化 自有其保存价值与前进的途径 这一年 梅兰芳四十二岁 人到中年 他所思索和关注的 是京剧更为长远的保存与发展之路 如果照此下去 如果没有后来的七七事变 没有持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 梅兰芳会沿着这条路走多远呢 历史无法假设 生逢纷乱的年代 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 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到梅兰芳的1931年 刚从美国演出再与归来的他 头顶环球第一轻衣 世界第一明星这样的桂冠 可是 这分治他来的荣誉背后 是什么呢 先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中国一下子被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梅兰芳逐渐感到 被凭这曾经安详平和的生活节奏 看来是要随着战争的炮火而消散 恰在这时 梅兰芳与夫人福之芳的爱子宝齐 又因病故去了 第一个夫人王明华已经过世 王明华所生的两个子女 永儿和五十也先后夭折 而梅兰芳与明灵孟小冬一段短暂的感情 也以孟小冬的悄然离去而告终 这人世间的些许苍凉 让梅兰芳选择了离开 离开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北平 南迁上海 1934年我出生在这里 这里是上海的马斯南路 小的时候 听父亲说起北京无良大耳胡同的事情 他常常怀有非常非常深的留恋 不过对我来说 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在我的记忆里 这里曾经洋溢着笑声 无亲声 练唱声 和在花园里我父亲给学生们排戏时候的情景 梅兰芳的家很快成了一个会客厅 在很多人眼中 她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梅兰芳说 资助别人是一件让我感到非常愉快的事情 于是参加赈灾一眼 出席慕君酒会 也成了贯穿梅兰芳一生的社会活动 梅兰芳也把她对社会的理解写入了戏中 描写俘虏惨痛遭遇的生死恨 和根据宋朝女将梁洪玉 雷谷战金山 击退金物珠的故事编排的抗金兵 正是梅兰芳一在激发民众抗敌斗志的作品 《鲜兰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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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 梅兰芳听说了 无声泰斗杨小楼 在北平病逝的消息 对于梅兰芳来说 杨小楼是辅助他 走上京剧之路的一位恩师 更是和他共同演出了经典名剧 霸王别姬的霸王 霸王别姬的霸王 和杨小楼演了多少场霸王别姬 梅兰芳已经记不清了 他只记得 每次到了中场 自己演的鱼姬 与杨小楼的霸王诀别时 剧场里静的 就像是两千年前 该下之战的 那个夜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杨小楼信奉中国道的思想 这也多少影响了梅兰芳的性格 无为而至 以柔克刚 这种性格让梅兰芳以独特的方式面对战争 梅兰芳叙须名智 后来被广为传送 而这段写于抗战结束后的文字 不许会让人们看到在果敢的行为背后 梅兰芳心中的所思 所想 对于一个演戏的人 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 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 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 拒绝了所有演出邀请的梅兰芳 一头扎进马斯南路旧宅的梅华诗屋 1944年 梅兰芳从收音机里听到 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 她预感到离战争的结束不远了 于是急性地创作了这幅画 梅兰芳将它提名为春消息 1945年8月15日 这天早晨 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 让梅兰芳惊呆了 梅宅的客厅里聚集了很多人 大家都在兴奋地传递着刚刚听到的新闻 这个时候 梅兰芳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她用一把折扇挡着脸 当走到大家面前时 梅兰芳猛地放下折扇 人们发现 她续了三年多的胡须不见了 1945年10月10日 52岁的梅兰芳 在经历了八年的与世隔绝之灰舞台 她是电影《梅兰芳》里的秋如白 即儒雅与癫黄于一身 从昔日荧幕上的中国第一影汉 到痴迷于梅兰花旦的落魄文人 她的转变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 影视演员孙洪蓝